大家好,我是劉洛哥,我是Peter Gimpup 你想要吃什麼? 今天,流行手勢要教大家做一道 非常簡單又美味的西班牙料理 大家會覺得西班牙料理好像很難 其實西班牙料理比我們想像中還要來的簡單 今天我們要做這一道西班牙大蒜蝦 顧名思義,它就需要兩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第一,大蒜 第二,蝦子 還有大量的橄欖油 所以,材料很簡單,也非常容易做 那製作方式呢,首先我們需要準備大蒜切片 或許大家會覺得說,流行手勢的大蒜會不會太多 我告訴各位,西班牙大蒜蝦當你做好之後呢 大蒜會變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美味 因為你大蒜透過橄欖油,把大蒜煎到外酥內嫩 它是呈現這種碗的現象 到時候你用來沾麵包 再多你都吃得下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流行手勢是不是會覺得 流行手勢是不是大蒜加太多 我跟你講,西班牙大蒜蝦就是大蒜要夠多 好,那我們大蒜切好之後呢 接著我們來剝蝦子 蝦子基本上我們要去頭去殼 只留一點點蝦尾就可以了 把它去掉 當然你也可以用一個竹籤 把泥腸挑掉 簡單的前日作業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料理了 好,首先呢 你需要準備大量的橄欖油 接著呢,把剛切好的大蒜直接入鍋 注意喔,溫度不要太高 因為說你溫度太高呢 大蒜很容易就會焦掉或糊掉 那當你大蒜焦掉糊掉之後呢 它就會反苦 會產出一種苦味 用低溫的火 慢慢的把這個大蒜 給煎熟 給煎香 這時候呢,為了增加口感喔 我們可以加一點胡椒粉 接著呢,等煎到有點稍微 焦香或是有點開始變色的時候 就可以來下我們的蝦子囉 基本上呢,蝦子我們希望能夠 保有它的口感跟脆度 所以不要煎得太過頭 因為太過頭會太老 當你一面已經上色之後呢 就可以翻面囉 今天做的大蒜蝦呢 流氧手是會用另外一個 也是非常知名的香料 西班牙紅椒粉 紅椒粉並不是辣椒 所以它並不會辣 不要說紅椒粉吃起來應該很辣 沒有,它是一種紅色的香料 這樣的香料呢 能夠為你的食材 帶來色澤跟香氣 就有一些煙燻烘烤的氣味 接著,不要客氣,加下去 這時候當你發現蝦子已經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起鍋囉 流氧手這邊也有所謂的秘密武器喔 有,流氧手是從西班牙特地帶回來的 綜合香料 這個在台灣買不到的喔 香料呢,千萬不要太早加 等你要起鍋的時候再下香料 主要目的就是因為 如果你太早加香料的話 你在半炒過程當中 香料它很容易焦糊化 所以呢,我們等起鍋的時候再加香料 讓它充滿這個味道 而且顏色也不會太過於焦糊 那既然是西班牙的料理喔 西班牙他們非常非常喜歡吃麵包 我告訴各位 真正的精華其實不是蝦子 而是底下的橄欖油跟大蒜 這時候我們就要配點麵包 利用麵包的特性 待會你在吃當炭蝦的時候啊 可以把這些麵包沾著橄欖油 跟蝦子一起配合著吃 哇,那味道真的是完美 好,簡單的切些麵包 擺在上面 好啦,那我們美味的西班牙大蒜家完成啦 那至於吃西班牙大蒜家要配什麼酒呢 正所謂第九配第十 這時候我們就要來一款西班牙冰涼的香檳 為什麼是香檳 欸,問得非常好 就很多人覺得說 欸,劉昂首士 香檳是來自法國的氣泡酒 香檳區的氣泡酒才可以叫香檳 你這次來自西班牙怎麼可以叫香檳呢 沒錯 但是你知道嗎 在70年代 當時的Gava並不叫Gava 而叫香班女 有沒有覺得這發音跟香檳很像 沒錯 Gava的發源甚至它的由來就是由香檳衍生過來的 只是後來因為西班牙他們加入歐盟組織之後 再加上法國政府他們申請了香檳專利權 因此他們才把香班女這個名字改成Gava 他們的做法跟香檳是一模一樣 呈現出來的風味其實完全不輸香檳 當然因為環境問題 因為氣候條件 因為品種問題 因此它的風味呢 也跟香檳一然不同 好,那我們今天喝的這一款西班牙Gava 是來自Panades的Rinata這個酒莊 那這一款呢是Reserva等級 所謂的Reserva表示 它在瓶中二次發酵 長達15個月以上 因此它的氣泡味非常細緻 再加上地中海風格的不好品種 讓整體的酒款呢 喝起來更加的飽滿 而且富有水果的味道 用來搭配香料味十足的西班牙大蒜蝦 看真絕配 我們來試看看吧 嗯,濃郁的大蒜 配上完美的蝦魚沾點 哇,香料色是說的 真正的金黃是橄欖油 配上一口冰涼爽口的尬王 我彷彿置身在地中海的海邊 推著海風和舌尬好不好 你要不要嘗嘗看 我就在等於這一句 讚 它蠻有一股 鹹鹹或苦苦的那種乾乾的味道 你有沒有發現 是海風 吹來帶有海水的味道的海風感 有,我感覺到我聽到是肌肉的聲音 你趕快拍完 ok,好 那今天就是劉洋師友是分享 非常道地的西班牙大蒜蝦 與道地的西班牙Gava 這樣子的搭配是最完美的 那如果你喜歡劉洋師友是今天的 不知道有分享 記得 追蹤劉洋師友是IG 並且訂閱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有任何問題 歡迎記得留言給我 那我是劉洋師友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今天大家出來把什麼刀 香檳砍刀 香檳今天已經取定了 把它你就直接摔在牆上了 居然是斷頭 對啊 偶說啊 就這樣砍掉啊 砍香檳有沒有 我跟你說 這是以前拿破仁的喝法 勝利的時候就是要喝香檳 軍刀拿起來 就砍 有沒有 斷得非常地整齊 Yeah